重新开始 现在就是点这个折带机平板抬起来 点这个接料设置 然后过来这边 先点舌道伸缩 然后放带骨 放完带骨之后点击折带 折弯带之后移动压框 移动压框到这个模板的一个中心位置 内压框模板到这个中心的一个位置 然后看所有的边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边具大小都是一样的 现在就是点舌道伸缩 把这个舌道板拖回去 等一下 现在点击接了返回 接了返回之后呢 上面有那个花眼编辑 点花眼编辑 点花眼编辑呢 它这个点位就是在00点位 然后上面有个证据 这个证据是可以调节的 就是根据你客户的要求来调节 证据 比如说我客户要求 一寸的话是14帧 然后就是1.8 拿25.4除以14 就得出来一个数据 然后现在你就去给它去找到一个次元点 就是它机器停车的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次元点的位置 点击确定 确定完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到它的一个起针点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在这里起针 就去走到移动压框到这个位置去 好 到这个起针点的位置 就是在你这个点位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点确定 确定完了之后呢 现在我们只是空送过来的 我们要给它改成直线缝制 这个直线缝制 选择之后它再会有一个红色的框过来 这个直线缝制 好点 退出 然后移动到下一个点 我们要缝制的不是这个角落吗 要移动到下一个角落 那么一本精彩 确定 然后再移动到下一个角 确定 这移动到下一个角 确定 好 确定 现在我们整个线路是编辑完毕 编辑完毕之后 它结束完之后 我们要给它一个空送距离 让它回到一个次元点的零点位 现在如果封完之后 它回去的话 就会直接撞到这边来 所以说我们要点 基本输入 给它改为空送 退出 我们给它找一个安全的距离点 从这个空送的这边 然后再空送到这边 让它到外面去 到这个空送点确定 然后再空送到这个位置 空送到这个位置 确定 好 给它移出去 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就是把压框移出来 不能碰到针跟这个舌刀这个距离 然后现在点击 更多保存花样 输入一个文件名 就比如说你的款号是 A-123 你输入一个文件名 就是你衣服的一个款号 然后点击确定 早上退出 现在我们整个花样就编辑完毕了 编辑完毕之后呢 然后你就是把它回零 让它整个回零之后 点自动加工 现在我们把这个压框 给它压下来 向前测试 看它会不会碰到 这个内压框啊 外压框啊 会不会有个碰撞 如果没有就可以 现在点击这个 向前后充计 点击完再击后充计之后 它就会充足 现在你就可以开始 编制 就是开始编制啊 一个正常操作 就可以了 再开一下 现在整个花样就是编完毕了 这个是单线的花样 开玩笑 有线的花样 再开玩笑